Leo聊世紀 天眼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庫曼仁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2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庫曼仁 庫曼仁的話是封建時代 就可以開一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第二個城鎮中心開農 讓他庫曼仁成為世紀帝國裡面 農術最快的文明 農術是指村民術量產速度最快的文明 庫曼仁他的特色還有青茶馬功 俗稱散彈馬功 也是可以射出很多箭矢 庫曼仁的打法比較適合打遊俠 跟騎兵遊俠還有馬功的路線 步兵單位雖然也有槍兵 但是步兵並不是主力 算是步騎作戰的好夥伴 集兵配上遊俠 都是很強大的一個配合 庫曼仁的工兵來說 他的青茶我認為是城堡時代最有壓制力的死血 大陸地龍時代沒有三級射 所以手會比較短一點 但是有化學可以增加攻擊力 所以城堡時代的青茶 是非常難解的一個單位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印加人 印加人的話 他在阿拉伯來說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他擁有這個軍事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 管制出長槍兵、槍隊長 還有這個頭十手老鷹 還有戰毛兵 都有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他減免的效果 讓他不然怎麼打 都會打出非常大的優勢 那他跟哥德爾一樣 都是需要先開弄 才會有很強大的文明 當然前期打長軍事也不會太差 因為他是南美洲文明 他這個老鷹的單位是非常猛的 城堡時代打老鷹暴 也不會落到哪裡去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黃劍的部分在上方 左邊有石頭 右邊有果子 下方部分也有黃金 右邊也有黃金 看起來這個金的部分還算可以 至少有個金在後方 還可以接受 那有個金在前面比較尷尬一點 那木頭部分就有點慘了 基本上他是只有這個墓區而已 其他墓區都是要偏前方一點 不然就是要到非常非常的後方 所以這個地圖看起來 我只能給個三四十分 這個地圖分數實在是太差了 那來看一下庫曼這邊 庫曼這邊地圖分數呢 看起來果子在下方 黃金在上方 石頭在正面 附近的話是在後方 左邊一點的位置 有個在前面 兩邊地圖都是爆爛那種 那這邊墓區也是有點遠 而且是偏下面熔被敵人攻擊的部分 有一個在後面 這後面墓區還不錯 不管怎麼看 這兩邊地圖都是三四十分 差不多爛了 那目前看到 庫曼這邊是打一個18P 升封劍時代 點下的織布技術 可能要來開自己城鎮中心嗎 唉唷 打的是一個冰工廠開局 射箭廠冰工廠 OK 而不是雙TC開農喔 那庫曼的封劍時代打法 有兩種方式 一個像是肉馬 應該是三種方式才對 一個是肉馬開局 然後再來就是 工兵開局 那工兵開局的話 有時候會搭配這個 這個劍塔一起聯防 那這個劍塔塔公公 也是蠻厲害的一個招式 那最近的庫曼 比較流行的是雙TC開農 然後用自己的步兵 打一個裝甲塔壓制 但是對方已經開始出老鷹了 我們看到硬家這邊老鷹出來了 如果工兵再繼續往前會有點危險 但工兵這邊也是點加一級射 有一級射的話 老鷹的話就沒那麼坦了 因為老鷹的天生的防禦力 是有二點防禦力的 所以庫曼這邊要點下一級射之後 才會有這個傷害力 打一下才會有三滴血的威力 那庫曼這邊是沒有打算直接開農 而是先來維加 然後出工兵稍微防守的部分 當然硬家這邊是有混了一隻毛兵 所以如果在正面互打的情況下 庫曼可能沒有辦法藏到太多的甜頭 而且需要優先攻擊最方的工兵 毛兵的部分可以繼續進行傷害 那果子的部分果然也是很差 直接被控制住了 後方直接開了城鎮中心 先轉一個開農路線 那大家會說 庫曼不是城鎮中心要開的話 要開在石頭的部分嗎 其實這部分開在黃金跟石頭都是可以的 當然開在石頭部分 是比較直觀一點 防守的話會很好挖石頭 插箭塔更好防守對手 那如果自己是要出兵的情況下 守住主禁的話也OK 可以繼續出工兵防守 那箭塔的部分 可挖可不挖 就是有點自己取捨的問題 最近挖石頭是傷的經濟 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如果挖黃金的話 還可以做一些經濟調節 去買一些肉啊 或是買木頭 做一些調整經濟的動作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這個就是 世紀帝國 比較有趣的地方 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就是沒有辦法那麼肯定 A就是A就是B就是B 這個戰場千行 戰場就是瞬息萬變的 所以你很難 續續說一個肯定的答案 好怎麼做一定就是對了 怎麼做就一定會拿到優勢 這其實不太好講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邊上面 高地往上高打低 打老鷹三還是很痛 這邊七隻公兵 優先點掉後方的公兵 後方公兵直接被點爛 三隻公兵全倒光 正面的老鷹還有三隻 但至少公兵全死光了 待會騷擾的壓力就會小一點 這邊肉馬解掉了一隻毛兵 兩隻公兵繼續往前 哇這邊就讓庫曼拖到開農的機會了 這裡公兵一出來又被公兵射掉 沒想到硬家這裡有點小小的 算是失誤嗎 也不算是喔 但就是 可是得讓庫曼 爭取到發展的時間 如果硬家真的要阻止對方發展的話 可以考慮在這邊插箭塔 慢慢升插進去喔 或是這邊插這個地方 或是插這個地方 插進去也可以 比較直觀的話 就是投資一根箭塔 在這個地方也可以喔 NB建議你只要在這邊插一根箭塔 對方一定要跟你對塔 就可以消耗一點庫曼的經濟了 但插塔是一個雙面刃喔 你雖然可以控到對方的資源 但對方也可以同時插箭塔 不過你沒有辦法很好控制對方的資源的話 那你插箭塔的意義就不大了 所以可能 要插在這個位置喔 比較邊邊角角的位置喔 去騷擾對方的墓區或是石頭 好 這邊有三隻弓兵 騷擾到了上方的墓區的村民 硬家這邊有點慘喔 這個墓區真的爆爛的 你等一下到後面喔 或是到下方這裡 下方這邊只有一點點 好 那目前看到 庫曼這邊加里斯把正面圍死了 不想要讓對方有老鷹溜進來的機會 工兵繼續爭取時間 但硬家這邊已經可以點下 城堡石袋了 好 這邊拉了三隻工兵過來救一下 好 村民並沒有直接拉走 直到了旁邊喔 比較安全的地方 開始伐木 正面的部分 硬家使用自己的老鷹 加上毛兵 加弓箭手 解掉了外面三隻工兵的問題 後慢直接投資了一個箭塔 馬上防守了石頭跟木頭的區域 好 這兩隻工兵 直接被送掉 這三隻工兵本來就是要送掉 所以被送掉的話其實沒差 主要是還有是有稍微騷擾到一點點 對方的村民 好 這邊工兵也是過來嚕嚕小小 讓你們低調 要再蓋一個新的防護場 好 這裡有一個 用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可以繼續撒農田 好 庫曼這邊也是順利農了上去 目前村民數是52村 對上38吋的村民差距 但是庫曼生時代來說 會比對手慢了一點 那這邊可能要先扛一下 對手的城堡時代的壓力 那如果你覺得 庫曼這邊農得很快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趕快像印加這樣子 數點城堡時代 3TC開農 通常村民數是可以稍微追到的 並不會差距太多 但如果你農得太慢的話 可能村民差距了 就會差距大概10村左右 甚至20村 所以庫曼這邊待會也是要思考 要不要開下第三個城陣中心 還是雙TC繼續引農 然後開始打強軍事 讓對方沒有開農的空間 這個都是兩邊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覺得世紀力國 在城堡時代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雖然封建時代也是 但城堡時代更是重要的原因 是有太多選擇可以用 封建時代的選擇性 可能沒有像城堡時代這麼多的 這根劍塔蓋不起來 直接選擇放棄很果斷 如果劍塔不是蓋在這個高地 高地劍塔不是更香嗎 他可能覺得這個地方的話 沒有辦法讓村民有即使收到劍塔裡 所以決定要把劍塔放在這個金礦旁邊 而不是這個高地的部分 趕快把這個劍塔蓋起來 80% 有機會嗎 趕快收村 OK劍塔進去住境之後 後方的工兵血量開始掉 好 庫瑪這邊開始轉出了 騎兵的升級 好馬凱也開始點了 四隻工兵繼續騷擾 結果還殺到了一村 首殺居然是由塔套這邊 拿下第一村的沙底 左邊部分也有一顆新的伐木場 當然這裡也趕快建一個 新的劍塔起來 做防守 好這裡趕快補下馬舊 雙馬舊還在升級 所以先點下的品種 騎士的部分要趕快按 好先按騎士 那打工兵來說 騎士還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騎士比草原騎兵的防禦率 有多了一點 所以對抗對方的箭矢 會比較有優勢一些 那現在用工程七製造所 去打對方工兵 要特別注意 對方老硬的反式傷害非常高 所以比較直觀的解法 就是直接轉出騎士 硬解的話就好了 好 這邊工兵到處騷擾 大艘這邊在下面 就去多線打擊對手 讓對方有點忙不太過來的感覺 下方三隻工兵應該很快就可以解掉 好 這邊工兵又再次撞到了箭塔 損失了一些工兵 剩下七隻單位了 好 補下了一工程七製造所 稍微出不下奴炮或是投石車 都是OK的 霍曼這邊村民處優勢還是領先 65吋對上51吋 硬加沒有3TC開農 所以村民處是持平狀況 大約會領先13吋左右 就大概我們剛剛說的10到20吋左右 好 村民差距現在打得出來 霍曼現在稍微有點優勢 但硬加這個文明到了帝王時代 也是蠻厲害的 這個食物捷免非常多 軍事單位的部分 但是硬加這張地圖真的很慘 這邊大部分都沒支援 雖然有黃金跟石頭在裡面 然後後方這裡是沒有辦法開城鎮中心的 這個是高地 好 直接把城鎮中心補在前方 這邊有一隻騎士 好 那硬加開始有點放棄 要來騷擾擴曼加里了 擴曼加里非常多的劍塔 讓硬加這邊騷擾的可能性 大幅降低了 這邊開始把兵往回拉 開始防守加里的部分 好 3TC開農起來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好 應該進入開農起 稍微小小加速一下 這時候硬加已經開始點下了老頭 開始在招 要來撿這些聖物了 正面的部分 騎士出了一些 但沒有開始大爆出 而是開始轉出了3TC開農 庫曼這邊的一個經濟型打法 還算不錯 村民差距有點被拉近了 73村對上67村 OK 果然3TC開農還是可以拉近村民樹的 好 這邊老頭可能會有點危險 趕快跑掉 騎士沒有注意到 中間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好 上方騎士 攻擊木牆 直接拉走 連蓋都不蓋 他可能覺得這邊補不下來 哇 有點 有點 太衝動了 他可能是有看到投石車 所以認定 這間蓋石牆是蓋不起來 好 確實好像是這樣子 直接拉走更果斷一點 確實也不錯 確定就是 村民會一直移動 這些移動的時候 村民效率工作已經低到剩下20幾%了 但只有工兵想要來阻止騎士 是有點困難 而且這邊投石車有高地優勢 小心丟個一發 喔唷 堵掉了投石車的傷害 這邊硬架也可以考慮轉一些什麼 475之類的 但不太推薦 耗費黃金太多 直接轉這個槍隊長 或是打這個老鷹 都可以 但老鷹的話會被騎士克制住 這邊就蠻吃操作力 哇 中了這一發 好虧啊 損失了五隻工兵 正面的槍隊長擋住了一些傷害 洛馬去解一下 招想到了一隻騎士 招想到了騎士之後 馬上解掉投石車 這個解法相當標準喔 用老頭去招想對方騎士 解完騎士之後呢 招想到騎士 就可以去招打這個後面投石車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解法 OK 那硬架這邊打的還是不錯 我發現這個硬架是打高 難怪這麼厲害喔 我想說這個硬架 怎麼好像 不太熟悉的感覺 因為他前面多加了一個TSI 他們的戰隊名稱在前方 我發現國外的戰隊名稱 都比較簡潔一點 像GL點 或是AM 或是TSI 就不會一些特殊符號 都是非常簡約封的 一個風格 那目前看到硬架 是想要在前線蓋跟城堡 但庫曼這邊也補了一根城堡 在正面的位置 兩邊的城堡位置都很相似 那庫曼這邊是展出了4TC 堪農村民處已經開始拉開了 103村對上88村 村民差距約為15村左右 正面的騎士直接開扁 兩隻槍兵 把這個騎士給逼退了回去 好 老鷹過來飛一下 兩下戳死 好夢 老鷹繼續 裡面亂個一波 硬家的優勢開始展現出來 但這邊有點在送喔 打到這裡不太好 後面投資車 撤了 看到投資車一定要撤 OK 這根劍塔拿不下來 而且損失了一些工兵 血量也下降了一些 有點小虧喔 那目前塔套這邊 庫曼 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那硬家這邊的經濟量 還不足於點下帝王 帝王時代還有一點時間 那村民處來說呢 是97村 對上111村 好 這邊三個馬就繼續補下 補馬就 開始出 這是要轉遊俠的意思嗎 庫曼也是有遊俠的 那庫曼的遊俠呢 他是跑速最快的遊俠 每個文明的遊俠的特性都不太一樣 那庫曼這邊是跑速最快的遊俠 但是說最快也是多個5%的跑速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明顯 但是兩邊在對跑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庫曼還是真的快了一點 但跑速快的話 這也就意味著 可以更快貼近敵人的單位 所以對於打擊對方的單位來說 這個跑速加成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是就是不明顯了 真的是不明顯 好 這邊偷減生物被抓包 有看到嗎 好 下去 終於看到 這邊升到了帝王時代 把生物放下來 用肉麻去解 解掉了老頭 OK 帝王時代升下 重裝騎士 三級馬卡也補下了 打高這邊帝王時代還有兩分鐘 手推車步兵鎧甲也補下了 我會打一個槍隊長路線 硬架的槍隊長路線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他槍隊長還有織巫盾 遠防可以高達六防 遠防六的槍隊長 那槍隊長的話 他的基本傷害來說是偏低的 只有七攻 金瑞也只有八攻而已 但是他有異攻的射程 所以基本上可以把他當成 步兵版的醜雲騎兵來用 而且坦度比較坦 不怕對方的槍兵單位 而且可以有效的counter對方的步兵 攻擊速度也是極快的 但數量要至少來到三四十隻 或二三十隻 才有可能會有成盾殺傷力 十幾隻的傷害力其實蠻薄弱的 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傷害 這裡有兩台兜子車 能不能拍到後方的工兵呢 先打一下前方的步兵 工兵的部分好像沒有空跑 這邊打算用騎兵去解 後方的工兵 正面的槍隊長 直接直擊正面的村民 村民被解掉非常多 但是後方的工兵數量 已經剩下八隻了 哇 結果槍隊長還是 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OK 神套地獄是在硬架 第一時間點下的東西會是什麼呢 好 步兵鎧甲 可以 那庫曼這邊如果再繼續打騎士的話 會有點危險喔 對方槍隊長的數量越來越多 其實會很難打 可能要考慮轉青茶了 因為青茶這個單位 打步兵單位還是很好用的 雖然手有點短 但至少他是散彈工兵 打步兵的話效率還是不錯的 而且射擊速度真的很快 散彈馬功 後面開始在騷擾後方的硬架村民 這邊騎士繼續留強隊長 正面巨型頭司機已經開拆了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已經快要扛不住 拿些大洛馬過來解一下修城堡村民 然後稍微干擾一下這邊 修城堡村民的修理效率 就很容易拿下城堡 但至於大洛馬可能要損失一些 操完城堡就可以走了 都已經打通了通往硬架的道路 但上方這個城堡也是被硬生生的建立起來 沒有想到塔塔還是硬蓋了起來 蓋起來之後還是有解到一些工兵單位 也是小賺了一點 硬架這時候補下了任兵技術 如果硬架遇到對方的清查的話 也是有戰毛兵可以用的 當然也可以考慮直接轉強弩 強弩的話硬架也有拇指環 所以戰毛強弩都是ok的 轉頭石車也可以考慮 那庫曼這個文明呢 對於打工程器來說 也是比較薄弱一些的 因為他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老頭偏弱 基本上只能用弱馬去解決 不然就是用自己的 這個大量散彈馬功 需秀操作 直接點射掉 兩種方法而已 那我想看到硬架這邊 決定是要來蓋大量射箭場 可能是要來轉移 強弩 我猜是強弩 轉戰毛兵的缺點 太多了 因為你轉戰毛兵的話 只能打清查 後馬的部分 跟遊俠是完全扛不住的 不然就是要配戰毛 加槍隊長 就是有點 配操作了 這個操作要怎麼打也是個問題 好 那硬架這邊黃金有點被控住的關係 槍轉不出來被迫轉了戰毛兵 打算要把所有的黃金留給槍隊長使用 槍隊長這時候也補下了三級 供著升級 30隻的槍隊長 再次上前 第一時間錯的是巨型頭C 巨型頭C 第一時間被解掉了一台 解完一條之後就往後撤 後面清查數量開始墮了起來 25隻的清查數量 非常的狂啊 清查 好 這邊點下了之巫盾 還有三級弓 好化學補上 巨頭再次開拆上方 那為什麼大家一定要增這個上方喔 因為這上方有兩塊黃金啊 這個黃金不拿下來的話會很虧喔 所以上面是百家真名之處啊 一定要拿下 不拿下的話一定會險虧 目前硬架的黃金上來說還算是可以喔 因為還有很多人在挖黃金 目前暫時沒有斷金可能 而且生物的部分也是拿到了一些喔 四個生物喔 所以慢慢再繼續拖下去的話 反正是打到這邊會很危險喔 就算這邊黃金控制住了喔 還是要趕快把對方給擊潰喔 打到後期這個黃金全部挖完的話 對於庫曼來說是一個 危險的隱憂喔 這個隱憂還是要稍微 思考一下怎麼反擊回去的 唉唷 這邊巨頭拆掉了兩台啊 剛剛想說拆掉一台就差不多了 第二台也拆到了 巨頭拆得不錯 並加這邊點下了三級的弓兵鎧甲 卡套這邊點下了化學還有弓兵的鎧甲 增加一下遠程防禦力 但戰毛兵傷害是很高 直接點掉了幾隻的青茶 但青茶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多 好但植物盾點下的槍隊長 遠防六點 稍微能扛一些傷害喔 而且這邊還戳到了一些傷害 但是青茶的散彈馬弓 箭矢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槍隊長還是直接蒸發 OK這邊大洛馬直接上前解這些戰毛兵 戰毛兵數量也是倒得非常快速 目前庫曼的策略是大洛馬 配上青茶的策略其實很OK的 那鷹甲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因為沒有轉強盾的關係喔 只用槍隊長 雖然坦度很OK 但是後方的輸出能力其實是很不夠的 一定要去守點青茶 不然戰毛兵只要一打洛馬 效率其實就很差喔 因為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人家的大洛馬是六點遠防 戰毛兵的話是七攻 所以戰毛兵的缺點還是顯而易見的 戰轉強盾的話又需要大量黃金 這個就是真的是取捨的問題 那槍隊長這邊繼續量產出來 喔還點下金瑞囉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那出老鷹如何 老鷹的部分的話 投資價格更貴一點 而且沒有辦法擋住肉馬 或是遊俠的進攻 所以槍隊長我覺得是目前一個 比較好的方案是沒有錯的 這邊槍隊長果然上前 戳到了非常多的青茶 那青茶正面站A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子喔 直接被槍隊長的義攻射程給戳爆 好痛啊 槍隊長就是這麼的強大 好 但是下方呢 大洛馬也是開始繼續進攻了 這邊擊殺到了一些村民 村民被騷擾到有點生活無法治理 左邊的槍隊長也是深入進去 顧曼這邊的防守會有點難搞 一定要拉所有的青茶回家防守 不然這個槍隊長又肉馬是不可能解掉了 剛出來的青茶也沒有辦法 但青茶一定要非常多數量 才可以打對你槍隊長 但是沒有關係 肉馬就往對方架一送 開始互相傷害 既然你的兵都在我家 那就代表你家沒有人 邏輯正確啊 OK 但這邊青茶有點沒有空好 直接撞到城堡 損失掉了一些青茶的數量 正上方又再次開啟了攻城模式 正面的巨頭能夠來得及跑掉嗎 好 但如果所有的槍隊長在前面的話 肉馬就在後方可以解掉巨型頭的時機喔 完蛋了 打到這邊出現了防守失誤 居然讓所有的槍隊長往前 這是一個不好的示範喔 哇 槍隊長這時候回救可能來不及了 所以肉馬輕鬆解 直接損失400斤 血虧 後方肉馬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掉 目前打高的村民術 剛剛降致到了剩99村 目前村民差距是130村 對上99 那如果硬家這邊在補村民的話 不均勢上的方便呢 也是會稍微削弱一點點 好 下方這幾個馬舅 一直是硬家這邊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馬舅不解決掉的話 肉馬一直出來噴也是很麻煩 正面村民的數量很難起來 後面有大量的人員失業了 趕快去找新工作吧 好 硬家這邊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庫曼點下了投石車 中投 中投的部分喔 打戰毛兵是相當好用的 一發一驚 而且打槍隊長的話 那實機隊的時候也OK 原槍隊長這個單位喔 他的單位體積很小 如果全部的槍隊長堆積在一起喔 投石車砸下去喔 那個傷害也是相當可觀的 所以這邊轉中投我覺得相當適合 而且後面這裡黃金應該是十拿九穩 有投石車在的話 基本上這裡是不太好拿下來的 那待會再繼續抱大量肉馬 農田不到七七片田喔 可能讓肉馬的可持續性喔 一直生產出來會更好一點 好 但家裡槍隊長也是在防守 沒有問題 在毛病的部分 再次往前想要嘗試拿下 庫曼這邊的高地城堡 下面部分已經沒有太多人想要理了 只有少量的單位在防守 槍隊長還是解掉這些肉馬 好 中投已經升級好 戰毛病看到中投射射發抖 怎麼辦 中投怎麼解 硬家這時候點下了公費制度 現在沒有可以瞬間解掉中投的方法 沒有老一 沒有老頭 也沒有投石機 該怎麼解呢 不賣的中投過來之後 戰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這裡馬上補下了三個修道院 可能是想要點救贖思想 好 但這邊投石車走位失誤喔 被城堡給解掉了 後面的巨型投石機開始往前 好 戰毛病直接變閃著 第一時間攻擊的是巨投石機 投石機打到了一些戰毛 但戰毛病直接無情輸出閃正 收掉了中投 只有一台中投的情況下 戰毛病的損失數量就不會這麼誇張了 OK 大哥這邊果然還是經驗之勝選手 知道該怎麼反擊回去 這邊大量的肉馬又再次 繞進了硬家的後方經濟領地喔 這邊經濟領地再次又燒 遭受到了一些大肉馬的衝擊 村民數量一直起不太來 有點麻煩喔 後面一堆伐木工直接直擊村民 唉呀 這邊又慘收 慘死啦 唉這個有點慘 OK 硬家這邊投資了一些資源喔 在老頭上 老頭點下了印刷技術 還有救贖思想 啟示思想 分別是增加老頭的招翔距離 還有招翔工程器的科技 還有招翔完之後的休息時間 減少25% 還有點下工程工程師 可以增加巨型投石機 工程器對建築物的傷害 還有義工的射程喔 這些科技喔 都是要來舉一實戰的意思喔 這一波 如果招不到對方的鐘頭 他就要投降 那這一波巨頭沒拆下來 他也要投降喔 所以這一波肯定是要ALL IN的 好 這邊大量的槍兵直接往前 看他們戳掉鐘頭 鐘頭直接被戳掉 老頭瞬間失去了工作 瞬間失業的老頭 在後方再找尋機會 那這邊老頭可以直接嘗試 先招翔肉馬 然後再去招翔後方的鐘頭 但是肉馬這邊直接上前硬打 沒有提升神聖思想 兩刀就死去了 好 招翔對方的鐘頭有機會嗎 老頭走得很慢 再ON一下 大肉馬再次上前 但是沒有招翔到 老頭再次死去 雖然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槍兵 但是老頭還是依序 兩刀就死去 傷害實在太高 沒有神聖思想的老頭 還是太薄了 又更多的大肉馬到了後面 又要抓老頭 老頭又死了 一隻兩隻 哇 老頭死傷越來越多 鐘頭有機會可以往前砸了 砸了一發 但後面還有一隻老頭 還活著 生一滴血 平潭在上次往前 但是這邊使用巨型投擲機 解掉了鐘頭的問題 但是後方的巨頭也很危險 刺下十二敵 後方的四台巨頭 已經架了起來 擊殺掉了兩台巨頭 剩下一台巨頭 硬家人還在全力抵抗 但是庫曼這邊的鐘頭也沒有了 黃金也挖乾 這是硬家 哇 庫曼最後的黃金 這邊庫曼被迫轉出了 一些鐘頭過來進行最後的反擊 再砸下一發 後面的巨頭解掉 正面的鐘頭雖然被招翔掉了 但是臨死之前還是砸到大量的戰毛兵 貨曼這裡還有二十五隻的青茶 看起來還OK 問題不大 小頭再次向前解掉了 唉呀 這邊硬家最後一波 看起來亮了 後方的金金問題 也是已經崩塌了 只剩下七十隻的村民 好 這邊可以開始回去挖黃金 這邊點下了草藥治療 好 想要來補下青茶的血量 硬家這時候補下了母子環 但母子環在這個情況下可能意義不太大了 好 當然硬家還有四聖物 要再繼續磨下去嗎 好 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村民處只剩下少量的七十一村 後方的村民還是在持續被騷擾當中 下方的馬舊中午要解掉了 這邊想要蓋一個新的城堡 但是被塔套這邊給抓包 城堡沒有辦法順利建起來 但是槍變傷害實在太高了 戳掉了非常多的大肉馬 好 村民這時候展出了衝撤升級 青茶這邊傷害非常高 雖然還有33隻 哇 還是被戳掉了一些嘛 好可惜喔 哇 這邊槍兵戳青茶傷害實在太高 好 硬家這邊重新建立起了正面防線 但是具體充死機也搬到了正面 四台巨頭插完城堡 插完對方巨頭之後開始往下 然後這邊開始大爆挖黃金 轉出衝車的升級 衝車也開始慢慢量產出來了 正面城堡也在開始進行防守 大量的槍兵想要戳掉巨頭 但是沒有機會就可以修了回來 大量的青茶再度解掉對方的正面部隊 這時候打高搭出了 GG 哇 這一波看起來硬家 是有點打到後續無力喔 雖然有四生物的加持喔 但是 五生物耶 哇靠 最後第五個生物也拿到了 雖然有五生物的加持喔 但是正面的村民已經少了太多了 沒有辦法再迅速量產起來正面部隊喔 而且對方的投資機還有衝車 還有這些大量的弱馬 一直持續在進攻當中喔 然後轉出大量槍兵跟戰毛兵喔 短時間內是不太可能的 後面伐木工一直死傷慘重喔 木頭缺的缺得非常慘 最後只剩下三十五個木頭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困曼人拿到木材跟食物的勝利 食物部分就是贏的高達一千四左右 木頭只是贏了八千 黃金的話是輸了大概一千五左右 那絲頭的部分是 硬家贏了大概快兩千喔 但是五生物的加持喔 總共獲得四千七百多的黃金喔 非常誇張喔 好 來看一下軍事的部分喔 軍事的部分是由 庫曼拿到1.24的KD 硬家是0.8億喔 看起來KD值的部分 硬家還算是不錯的 那確實是有稍微一點點可能性喔 可以拿下這場比賽喔 那我個人認為喔 就是硬家可能不要打槍隊長 打這個槍兵配強奴 那我這個老頭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這場比賽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